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前赵伟选举正式启动 内政 外交国防 经济 财政 教育文化 交通 司法法治 社福未还 八个委员会各有两个赵伟 身负排议程 排考察等重任 不出意外当然也没有意外 蓝绿各拿下八赵伟 交通李昆泽 陈雪生 外交国防 王帝马文俊 经济邱玉英 杨琼英 台湾民众党八个立委 我们在八个委员会里面 我们都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 出席一定要跟国民党合作才好不然 确保这些优先法案会通过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优先法案优先 我们前两次请下一次他的法案 实际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想我们每个委员会或者他的法律案 我们基本上都会支持的啦 关键小草这次当小蓝 全体立委都投蓝 问就是改革比位置重要 才不是巴西人太少 也不是怕民进党过太好 就连在浅建国造案中 被控一次泄密给韩国的马文俊 都得到小草的会赐一票 加上自家六张票 在哪里被告就在哪里站起来 和民进党的八千房客王定宇 一起当选外交国防赵伟 看来这个国家最好的选择 都投注在国防外交上了 公公公有质疑说你有案在身 因为那是民进党委员提告的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有提告其他委员 那他们也是招委都不能当嘛 我觉得我们是民选出来的 我们会进我们的资政 民众党这一票盖给马文俊盖得下去 这再一次坐实了 民众党其实是 为了权力改革都可以不要 民众党自己往一个小蓝的路线去前进 往小蓝的路线去迎合 把自己过去口中讲的 在外交跟国防上面的主张 全部都丢进垃圾桶了 院长选举投自己是小蓝 赵伟选举投蓝也是小蓝 你说的蓝是什么蓝 反正在民进党的宇宙观 不投绿都是蓝 赵伟选完了工作才刚开始 那些年过不了的法案 现在都要重新开跑 目前蓝白公布的优先法案 都包含国会改革 揭蔽者保护法 不在即投票 至于执政党的优先顺序 本届担任先发的吴大小姐 不是福国立民的法案 可是不省得哦 我主张要让政治修兵 让政策先行 不会势必再面对很多争议性的政治法案 要稍作搁置 我们要把福国立民的法案优先 哈哈哈哈 它看起来 独卖巨人交流赛 日本职棒传统竟旅 独卖巨人上周来台举办 成军90周年纪念交流赛 第一点就选在最新棒球景点 台北远熊大巨蛋 这是巨人一军首次来台献祭 作为历史最辉煌的球队之一 巨人队曾荣获22次日本第一 目前仍是日本职棒的记录 包括世界拳雷打王王真志 以及绰号科吉拉的松井秀喜 都曾是巨人队的球星 而过去队上也有呂名字 江建民与杨戴刚等台籍球员 台湾球迷队巨人队可是毫无陌生 まず監督として こういう国際大会 参加できること とてもワクワクしております 今回連れてきたメンバーは 春のキャンプから ずっと一群にいるメンバーを全員連れてきました そしてこのような素晴らしい試合をする機会 っていうのはなかなかないと思うので 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し 本当に本気で勝つというか やっぱり今できる現状の ベストパフォーマンスを出して みんなで勝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2日前交流賽正式開打 第一站對上忠信兄弟 日本傳統豪強遇上 台湾黃金勝1 吸引37,890位球迷进場观战 成為台湾棒球場史上 單場最多觀眾的記錄 隔天開球儀式更邀請到 曾效力巨人隊的亞洲巨炮呂名次 和投手江建民擔任嘉賓 與巨人新任教練阿布聖之柱合體 重現昔日經典頭骨組合 最終兄弟一一比四落敗給巨人 連兩天近乎爆滿的大巨蛋 迎來孵化後最凶猛的壓力測試 除了四樓觀眾席上方漏水之外 內野的兩座電斧梯一度沒電 只剩下樓梯來疏散人潮 另外場內的電視有的沒開機 有的只有數據 只要離開座位 就難以知道比賽進度 還有洗手間排隊人潮太多難以消化 既去年亞錦賽之後 大巨蛋又漏水了 3月2日巨人與兄弟之戰 戶外下著滂沱大雨 室內滴著綿綿細雨 四樓觀眾席天花板漏水 布置地板濕成一片 連椅背上都布滿水珠 約有十位球迷遭殃 花錢體驗四滴感官秀 而為了管制龐大人潮 管方戰時關閉電幅梯 想要達成人潮分流 卻也造成民眾不便 不少人卡在電浮梯動彈不得 之後每一場滿場的話 人都是這麼多喔 那是永遠都不開了 因爺廢死 我覺得是還要再加強 一壘這邊或是跟三壘這邊是分開 不要合在一起 可能會分流會比較好一點 有點糟糕耶 就是大家人都擠在一團啊 不知道要這次買東西的東西 還是走路還是廁所的東西這樣子 不太滿意啊 因為從外面進來就沒有什麼工作人員在引導 要進來的時候排了很久才發現其實可以 B1要走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很快就可以進場 結果白排了十幾分鐘 其實當時漏水的時候 我們遠雄這邊就是 管方這邊就有這些漏水位置的民眾 然後我們安排到VIP的位置去做 對於天花板再次漏水 遠雄表示由於進場人數過多 管線負擔過重造成街頭滲漏 將盡力搶修改善 昨日巨人娛樂天桃源之戰 共30890位觀眾共襄勝舉 寫下時尚進場人數次高紀錄 最終兩隊以0比0握手言和 本次交流賽巨人隊精銳進出 讓棒球迷能夠大飽眼福 背負全台其代的神奇寶貝蛋 為台灣棒球帶來更多交流機會 但仍有一些問題等待改善 台北市政府的角色就會持續的 給予各項的協助並且監督 而且會要求未來活動主辦方 以及遠雄要落實事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會 朝起跨局處做一個總檢討 通過考驗邁向勝利 美國冷凍胚胎爭議 兩年前美國最高法院 推翻保障婦女墮胎權的 1973年羅素維德案 現在美國各州墮胎法律不同 有些州已完全禁止墮胎 上個月16日 阿拉巴馬州因一起醫療糾紛案 有三對夫妻控告某醫療院所 未能阻止其他患者走進實驗室 導致冷凍胚胎遭到破壞 並提起未成年人過失之死訴訟 原本下級法院判決 胚胎不能被定義為人或兒童 然而案件到了最高法院 卻以7比2票數裁定 將冷凍胚胎視為孩童 試想想從哪裡來 甚至於生命中 所有人人都擁有神的照片 而他們的生命不能被破壞 無法遭遇到祕福 如果你猜猜的福音 你猜猜錯 都可能因各種因素導致失敗 用不到的胚胎還可能遭到廢棄 如果把每個胚胎都視為生命 可能導致醫療人員 需背負相關法律責任 因此判決消息傳出後 阿拉巴馬州多家醫療院所 紛紛緊急暫停人工生殖服務 我們將胚胎的生命 我們在5天習院所得生存 有大量的功效 這是在每個方塊的生命中 這可正確實用於enteum 鮮血壓 當你說是胸胎 會偵臨的那個人 你會說 你不能把人渦渦 你不能用猛症 如果你有太多胸胎 要提供科學科 你當然不能夠做 同样都是在美国不同地区思想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尽管在阿拉巴马州内正在进行试管婴儿的夫妻 进度被迫暂停或失败 另一边反堕胎的支持者们也同样将胚胎视为生命 认为试管婴儿无道德 作为选择人生的选择人生的选择 所以希望通过这个选择人们可以开始测试 这些选择在业务上的改变 Have you noticed this is being called a court ruling on the fact that embryos are children? Yeah, I was all for it. We need to have more kids. We ne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and then I thought this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IVF is used to have more children and right now IVF services are pause at some of the clinics in Alabama Aren't you concerned that this could impact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have kids? Well that's for another conversation. People need to have that, we need more kids. We need the people to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kids Linner,你現在在阿拉巴馬女士說什麼,誰沒有接受IBF的女士說什麼? 你對他們說什麼? 那是很困難的,真的很困難 因為你希望人們有這個機會 我告訴她,我們需要更多孩子 你們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同時在城市胚胎為生命 同時又希望有更多孩子 老哥,你到底要站哪一邊? 全都要 在台灣催生都來不及了 美國已經在探討胚胎的生命權 正當全國都在擔憂 這樣判決恐引發更多爭議之際 民主黨的總統拜登控批 該決議離譜且令人無法接受 共和黨正在選總統的川普 以及阿拉巴馬州州長 都表態強烈支持人工升職 而阿拉巴馬州議會也在四天前 通過保護相關醫護人員法案 只希望這次的事件 不會成為其他保守州 進一步限制人工升職的導火線 然後告訴我們有可能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禁止 在中間的最重要的部分 是非常嚴重的 這會影響結婚 真實生的婚姻 在想開始家庭 這個實在是說不過去啦